最近,小猪罗志祥遭到了网友的口诛笔伐,小方的三观也是被他的人品给震惊的稀碎呀。 现在我们都在提倡男女平等,即使这样还有渣男这种物体的存在,可以想象出在男尊女卑的古代,女性的地位根本得不到保障,那样的环境下渣男岂不是多得数不清了? 比如隋阳帝杨广,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,胜我者不可,我生者不可,于者无不可,还有北齐皇帝高伟也是妥妥的渣男一枚,这或宠幸过无数的女人,光皇后就换了三个,也许有人说了,三个皇后很多嘛,乾隆那部也有三个皇后,话虽如此,可乾隆在位的时间长了,有六十年, 而其后主高伟总共在位十二年,平均下来四年换一个,按照这个比例,等他干到乾隆那么长,是不是得换十五个皇后了? 其实,作为一个皇帝,哪能人人都像明朝的红制皇帝朱又棠那样,坚决实行一夫一妻制,高伟这家伙当然也不能免俗,他的宠妃无数,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冯小莲,高伟就连在上朝的时候,也要把冯小莲抱在怀里,甚至还说,好看的女人就犹如一块美玉,不能老让自己看, 更得拿出来是人,要让大家共同来瞻仰,于是便让冯小莲脱光光,然后改名冯小光,让她躺在朝堂上,供大家欣赏。 在唐朝的李商尹还写过一句诗,小莲玉体横尘业,以包周氏入境阳,后来人们便以玉体横尘来形容横躺着的美女,这足可以看出,在古代女生的地位有多么低下,那这样是不是古代就不存在气管炎了呢? 那还真不是,话说在北宋期间,苏氏有一个朋友叫陈济长,非常怕老婆,苏氏曾用一句呼文河东狮子吼来形容他,陈济长就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气管炎。 后来,张博之和古天乐还根据这个典故拍了一部电影叫《河东狮吼》,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看,后来张博之又和小沈阳拍了一部超级大烂片《河东狮吼2》,这一部很不好看的,不建议大家入坑。